漫長四大遊行的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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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遊行人數有一千人 好 我們今天的這套最主要 為了鄉政府表達我們的訴求 我們反對現時的土地規劃和城市規劃的政策 反對政府漫上地 反對政府胡亂田海 反對發展都不反對的理會 你們說 是 好 如果 田海經常都說不尊重民意的話 我清楚告訴你這就是民意 還有田海計劃就是這個立正確字 因為他是唯一一個 反對的意見是多一個贊成的意見 如果政府聽從民意的 就應該突積各自建議會分 好 好 還有土地政策是應該有優勢之分的 我們覺得 如果政府要開發土地的時候 應該是先利用一些中土 限制的土地 而不是胡亂開發或所謂的多管齊化之下的方法 因為政策從來都是重質不重量 橫默的公法土地 只會產生更多惡果 犧牲海洋生態 這些是很難得補償的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 各自現在田海的方法 各自東方發展 或各自理會你的希望 好 好 接著請關注田海大專聯盟的代表 大家好 我們是關注田海大專聯盟的代表 我們就著政府的維港之內田海方案 有以下四點的講法 我們覺得政府這次的田海方案 是規劃混亂本活統治 我們覺得它用土地儲備的概念是完全差異的 他們根本不知道 根本沒有任何的規劃 就已經橫搶我們市民的土地 我們希望政府正視這個問題 第二就是田海土地成效傳移 為什麼呢 其實政府不斷地說 我們土地不夠 住宅不夠 有二十幾萬市民人口 公屋十幾萬人是住這個陸屋 但是為什麼在這個 整個田海存資裏面 是大部分 這個政府自己說的 大部分都是不適合輕易住宅 只是馬尿水是比較適合的 然後另外那些又來做什麼呢 又來建物流園 教訓書樓 居路 幹線 然後還有恩澳的遊艇馬頭 水上的軍心 究竟這些一切一切 是怎樣可以解決我們現有的通知 香港的人口和住宅問題 其實香港是有很多空市的住宅 為什麼依然有這麼多人都沒有屋住呢 買不起樓呢 是因為大部分 不是這樣 是很多大量的住宅都是空市 是用來投資員是給人住的 如果政府是一直這樣 以說田海可以解決土地問題 其實根本是解決不到的 如果是 應該是從它的核心問題去解決 如果是不能夠解決它的核心問題 其實田海是會永無止境 而且是解決不到我們社會裡面的處在問題 第三個我們覺得田海設備 是一個最後的選擇 政府應該先利用我們的中土 先利用一些閒節的土地 因為田海是對我們的生態環境有嚴重的拖壞 我們看回我們在西河水裡 已經有很多大型的田海工程 我們不能再讓田海工程繼續進行下去 因為如果不是現在 目前為止見到政府想做的 根本就想 基本上可以將這個大儀山和這個屯門去連接 最後就是橫平把關未臨如圓 為什麼呢?其實我們西河水裡現有 已經進行的田海工程已經有八個了 如果再加上未來的幾個更大型的田海工程 其實我們很擔心中華白海團的未來的影響 因為自2010年為止 香港的中華白海團已經少於80條 大概只有78條 如果大家有看近期的新聞 其實前期已經有死了一批 其實我們都很擔心 不單是中華白海團 整個西河水域的整個生態系統 海洋環境其實都會被受破壞 而且有一件事就是策略性環境 我們經常都要求政府去做的 那為什麼支持這麼多個西河水域的更大儀的官程 包括在港珠澳大橋 和這個第三條橋那裡 都這麼容易就過到環評呢? 就是因為環評其實是單的 即是策片式這樣做的 那麼策略性環評 我們希望它在整個區域性去做一個策略性環評 其實我們三次在公開的場合 問政府為什麼不做策略性環評 又或者是策略性環評和你現時 那麼多年以來都從未有過的類計性評估 究竟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不做策略性環評 他們在三次公開場合 都是秘而不答 是從來都沒有回應過我們的問題 但是策略客跟他們說已經做了策略性環評 而且在第一階段已經做了 其實我們是極度模糊的 究竟是有沒有做 如果是做了 而且在第一階段已經做了 為什麼從來都沒有公開過任何的報告 所以在這個宣傳不足 談什麼 談什麼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是立即做自現有的前海方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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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傳媒溝通過之後 安排聽一聽 傳媒朋友你肯可以前一點點 幫開幾位大學生 站在這個位 但是你們雖然如果 你們